接下来看 再来的话 因应这个 证照考试的第五类 第五类实际上就考了什么 其实刚刚讲的第三类是 回圈叙述 就FOR FOR回圈 跟HIRE回圈 第四类的话是进阶的 所谓的控制流程 实际上就是在把第二类跟第三类 两者之间的综合之后 然后在设计的题目又更复杂 比第二类跟第三类还要更复杂 所以你会发现第四类 因为总共有九类 九类的话 如果你是考全部九类的话 那它每一题都十分 只有第四类 第四类的题目是二十分 也就是说 其实它意思就是说 第四类的题目它会出的比较难一点点 不过我是看一下 感觉好像也是还好啦 虽然难一点点 可是蛮有难到说 Double的那个情况 所以如果这样你们是去考试状况 建议是直接是做第四题 为什么第四题分数最高 你做一题等于就拿到二十分了 感觉好像CP值是最高 只是说相对的 难度会比较高 可能挑战性也比较高 那再来的话 第五类部分就是 它要我们就是学会 也就是它有些地方 就是要你一定要把程式 把它写成所谓的Function 那Function一般有翻译叫函式 也有翻译叫函数 OK 这个不管是函式或函数 都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也许我们就称它叫自定 自己定义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函式或函数 OK 那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里面可能还要 第一个 如何在Python里面 建立所谓的这个Function 怎么样建立 第二个的话 这个所谓的参数的传递 那我如果说今天 我要能够建一个 有参数的一个Function 那我要怎么传给它 那传的话呢 另外还有所谓的有回传词 跟没有回传词 就是有return跟没return 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程式的撰写 就是第五类要考的 那我们以刚刚这一题 刚才延伸 我们来写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我写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呢 那我希望呢 我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呢 以后呢 那我就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prong 这个数字给那个Function 那Function一定要e-sale 反正你就丢东西给它 它就return 它就告诉你结果是如何 但是特别之后 我们这边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没有回传词 就自动把结果给print出去 另外有一种是有回传词 return结果给我 我再print出来 那该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假如说我希望 把刚刚写的这个程式 再改写成Function 第一步 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如何撰写这个Function 一 请特别注意哦 那个Function一定要写在 你这个module的最上面 你不能写在下面哦 OK 特别注意哦 你一定要写在程式的最上方 不能写在程式的下方 所以怎么办呢 一 请你把第一行让 第一行让给Function 所以先第一行按两下好了 移到最上面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个Function的开头 一定是DF开头 DF空一个 那为什么DF 就要Define吧 定义吧 OK哦 DF 好 那接下来后面的话呢 就是 你那个Function名称要叫什么 我叫Tex 假设我叫Tex的一个Function 然后一定有小瓜糊 那这个小瓜糊后面就说 你要不要 传一些参数过来 我再帮你处理 好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 我需要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一样叫做prong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叫prong 只是说我觉得用prong 两个名称反正一样的话 这样比较 程式比较好 当然两边 这个名称 参数名称跟参数名称 可以取不一样的名称 我是刚好把它取成一样的名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 只留这一行 其他这些动作 我希望在这个Function完成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的话 我就把这个Input留下来 Input以外的下面这些层次把它搬加 搬到哪里了 搬到Function里面 所以把它拖拉一下 放到这个Function的下方 不过特别注意 你现在是跟Function同一阶不行 一定要怎么下一阶吧 不然大家看不出来 先按个Torna锅按Tab键 OK 你会发现上面是一个Function 下面就是它的层次 OK好 那目前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把什么 把这个Function给建立起来了 这个Function因为 为什么我这参与名字叫Pron 因为 我们如果叫Pron 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底下这些 这几个 这两个就不用修改 但如果你取的名称不一样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P好了 那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 这一个跟这一个 也要跟着改成叫做P OK 大家不要花时间 不过也就是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置定函数 所以置定函数 特别重要几个重点 一 请你一定要在最上面 第一行这地方 第二个的话 它开头一定是DF 名称 传个参数过来吧 OK 然后就帮我处理完 那我们先写第一种 所谓没有回传值 什么叫没有回传值 就直接帮我Print 不用告诉我 反正你就帮我把 结果Print出来就好了 诶 那写完之后哦 我怎么去使用它 很简单 底下的这一行 如果你要呼叫这个Function的话 直接叫他们名字就可以了 那个名字叫什么 Test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打个Test 因为我们这个模组里面有一个 这个Function 所以你会发现 它会马上显示出来 而且顺便把 它对应的那个什么 它的参数名称也带出来了 而且甚至把那个程式 它这边蛮贴心的 自动帮你把程式也让你看到 原来你程式是写这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传给它一个参数 传什么参数 传一个叫Print的参数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输入一个25 25过来之后 然后它就把这个25怎么样 丢给这一个 这个Print 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传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 那不过特别是因为换名称的 所以25 它就变成P了 所以底下 就是透过P去帮我完成这个程式 所以基本上 如果当然目前你看不出 老师你这样写 好像没有占什么便宜 为什么好像有点多识一举 不过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说 你会用到这个情况 你这个程式会给很多地方 同时使用的话 你就有必要写成这样 因为目前我们程式是比较简单 只是说我们主要是了解 如何去撰写所谓的方选的整个流程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做 特别是说 这个是建立一个方选 这个是呼叫方选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程式一样去执行它 那你会发现 结果好像是一模一样 我输入25 Enter 不是直速 有没有 那我再输入一个 5个3好了 Enter 是直速 所以你会发现 做完之后的话 结果呢 会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那差别是说 你的写法 是有一个方选存在 因为第五类 它就要求说 反正你写 写出来了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写成方选 那有一个要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 这个 直速判断的程式 再把它改写成 所谓的制定函数的写法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在云端上面 也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 第十四页的地方 我先讲这个 没有回传职的 没有回传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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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